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了 觀眾朋友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個天氣要有轉變了 明天一早起來 就會感受到明顯變冷了 我們從這個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到 其實隨著這一個封面 通過了北方反應面之後 在後方的這個冷空氣 預計從明天就會來報導 而且這一波冷空氣 它的等級會是來到大陸冷氣團等級的 所以明天的低溫大約一口氣 就會直接掉到十四度左右 在北臺灣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會特別有感覺 而另外在迎風面地區 包含像是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還要防範會有降雨的機會了 我們從雨區暴圖上面來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實從這個北部地區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零星的雨勢 還有山區的部分也會有降雨 而到了明天包含像是東北部地區 雨勢偶爾會下的比較大 東半部地區也會有降雨 不過其他地方 倒是還是維持比較穩定的天氣 只是這個溫度會開始往下掉 所以建議大家這個比較厚一點的外套 要趕快拿出來做準備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明年在基隆 臺北跟新北市都會有降雨 溫度是十五到十七度 桃園會有降雨 新竹苗栗是多雨 溫度是十四到十八度 臺中還有南投多雨 雲彰化還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溫度是十七到二十三度 雲林嘉義台南是多雨的天氣 溫度是十八到二十四度 而在高坪地區明天是多雨的天氣 溫度還是比較溫暖一些 高溫有機會在二十六度 至於東部地區 宜蘭會有降雨 花東是多雨的天氣 這個溫度變化也比較大 要特別注意 毛祖跟金門是多雨的天氣 澎湖是晴島多雨 溫度是十八到二十度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